第九百七十三集 闪烁出红蓝两股光泽 随着剑尖击射而出 附带着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 有禁锢之效果 同样也有堪比毁灭法则的绞杀力量 一出手就是杀招 可见石掌老对叶辰有多么的恨 谁能想到 这一次独孤家族如此惨重的损失 会出自一人之手 你 不 戴面具的青年被时间法则禁锢着 无法动态 随之下一刻 空间法则汇聚而成的剑气 即将击中他时 他体内升起一股独特光芒 同空间法则碰撞 一股巨大的冲击波扩散开来 戴面具的青年面具跌落下来 一头绚丽长发飘逸而出 露出一副倾国倾城的面容 这一刻 众人都震住了 谁能想到 这个青年居然是女儿身 女扮男装 欺骗了所有人 更是刻意用粗犷的声音 不暴露自己 然而 阴差阳错 却是被独孤家族的长老 误以为是叶辰 你 独孤家族 你们好大的胆子 嘿 浅毒珠 青年女子五指成爪 猛的一爪挥舞 无数独烟独雾飘散而出 随着自身时空法则和空间法则的作用 猛烈的攻杀师长老 何道境 这青年女子居然是何道境三层天的存在 对于有何道七层天的石长老 不跑反而猛攻 倒是有些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还是女娃 似乎没有易容之感 你到底是谁 不管了 就算你不是叶辰 也可能是叶辰的聘头 灭了你 剑破天际 石长老伸出左手双指 划过剑身 窥染刺出一剑 有惊天动地之威 驱散了毒物 一剑刺向青年女子 瞬息间却被一股无形力量击退 有时空之兵守护 看来此人果然和叶辰有关 如此年纪 一定是那小畜生的聘头 滚 你才聘头 你全家都是聘头 笨姑娘行不公明 做不改姓 浅毒血女 良血月 青年女子喷出一口鲜血 紧接着取出体内那柄断裂的 时空之刀 似乎同她有血脉相连的关系 良血月操控时空之刀 一时间天地变化 无数光泽涌现而出 欲要击杀石长老 够了 太上长老一道轻贺声传出 微微伸出手来 天地距离相合 直接击退了良血月 言道 百毒血女 你是西年百毒神君的女儿 你爷爷千毒杀神都陨落了 你父百毒神君也已经寄灭了 没想到后天毒体一脉 还留下你这么一个女人 难怪叶辰会来这里呀 原来是给你这个聘头 买千毒人参 怎么 他不出生 你倒是亲自出生了吗 太上长老这番话 实在令人震惊 眼前这个俊义女子的爷爷 居然是当年明镇大陆的 千毒杀神 看样子 这个良血月 已经有部分后天之体 还想要走他爷爷当年的路 再次屠戮天下 原以为此人是夜晨 没想到 居然还钓出来一条大鱼呀 百里雨月感慨着 这美貌的郊区 倒是有些可惜呀 可惜什么 边上 北汤家的少爷笑道 指不定夜晨都已经和他 双宿双七过了 这种女人就算再好看 有什么用 还有 独门之人 你竟然用可惜二字形容 你可知道 他的父亲和爷爷 用独杀死了多少强者 可以说 他们一家都不应该生存在林武大陆 此女今日必死无疑 不过 我很好奇 后天独体的女人滋味如何 恐怕只有夜晨知道了 可惜这美人啊 居然和夜晨沾上关系了 只不定是夜晨众多后宫之一啊 不是 他是厨子 幽冥十九 目光敏锐 直勾勾的盯着梁学月 言道 年纪不会超过三十岁 但可能被兵封了千年之久 修为才会这么高 若是能将其作为炉顶财补 我们的功力 可能直接晋级混元静中后期 他们才神王静后期 财补一个河道静初期的厨子 修为肯定大长啊 要不 咱们找机会 让长老们去和独孤家族交谈一下 给梁学月买过来 幽冥十九开口询问着 她对梁学月这么个女子 还是有好感的 毕竟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梁学月虽然被束缚了 但是周围的一切 却是听得无比清楚 她怒目向着幽冥十九殿下摄去 滚 一群纹酷子弟 本姑娘早晚弄死你们 还有你 老东西 什么拼头不拼头的 本姑娘就只有一个人 要杀要剐 随便你 梁学月耿着脖子 怒视着独孤家族的太上长老 又言道 哼 更何况 贤魔人身乃是我爷爷之物 我来拍走有何不可 太上长老不理会她 就像是抓小鸡似的 将梁学月禁锢在板空中 她本以为面具青年是夜晨 却没想到竟然是独门之后 不管这是不是误会 夜晨必须引出来 她威严的目光扫视着拍卖场的所有人 言道 我知道 夜晨 你在这里面 我也想知道 你为何还忍得住不出来 既然如此 那将人带上来吧 话音一落 十一长老抓着衣衫蓝绿的小雨上来了 抱拳道 禀报太上长老 完好无损 太上长老露出邪魅的笑容言道 梁学月的爷爷乃是灵武大陆各派共同诛之 他的孙女自然也该死 至于这个小女孩 是我天建成第一个接待夜晨的人 作为天建成的人 他罪大恶极 他一把抓过小雨露出银邪的笑容言道 北塘 领狐 百里 幽冥四位公子 我想 你们应该想要裁补他们吧 索性 你夜晨不出来 我便请这四位公子 将梁学月和这个女孩一起裁补 凌辱至死 上演一副活春功 我相信各位没什么意见吧 此话一出 四周一片惊悍 诸多散羞骇然的看着太上长老 这是要当着他们面 让四大公子 活生生将梁学月和小雨凌辱至死 在近万人的眼前上演活春功 好狠毒啊 这老头太狠毒了 这比杀了两个女孩还要狠毒千万倍 就为逼迫夜晨出来吗 这独孤家族做得是否太过分了 关键其中那个少女没有什么实力 只不过和夜晨凭水相逢 就被如此对待 这和那些魔道宗门有什么区别 长老 这样不妥吧 百里雪恳请道 他们毕竟是女孩子 怎么能这样 雪儿 善良不是用在这里 百里家族太上长老言道 独孤家族已经恨夜晨入骨了 你别再多言了 百里家族的太上长老知道 独孤家族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了 不然不会不顾及底线 行如此狠辣之事 现在再去调解 等同于打乱了独孤家族的部署 到时候就要承受独孤家族的怒火 甚至两大家族开战 仅仅是为了两个女子的清白 这个划不来 几乎同时 各大门派各大家族的代表人都没有发言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老混蛋 老畜生 要杀你就杀 想用本姑娘来逼出你们想要找的人 做梦 她甚至可能根本不在这里 本姑娘也不认识什么夜晨 我既然不认识她 你还想做什么 梁学月不断挣扎 怒吼道 哪怕自暴 你们也别想动我一分一毫 而此刻的小雨则慌乱地看着周围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也没有经历过眼前的一切 在天剑城 她知道独孤家族全是滔天 更知道天剑城普通人的命根本不值钱 但是她想不通 仅仅因为自己和一个青年有一面之缘 独孤家族就要如此对待自己 她听着身旁梁学月愤怒的声音 也隐隐下定决心 如果这群人要侮辱自己 她宁死不从 甚至她会动用一切手段和梁学月一样自爆 她脑海中无数画面闪过 她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想起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越想她越痛苦 她才十几岁啊 未来才刚刚开始 然而 此刻 她为什么要受到这种非人的待遇 这一刻 小雨再也忍不住 哭得梨花待遇 哭得撕心裂肺的 令得在场不少人都有些动容 用一个十四岁的姑娘来逼迫夜真出现 独孤家族倒真是有脸了 远处的独孤家族诸多长老 面容却是冰冷而又无情 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折磨一个普通少女又如何 这就是权利 独孤太上长老一步踏出 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对小雨道 小姑娘 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劝你 还不如让那个夜晨出来 虽然你们只有一面之缘 但是再怎么说 夜晨应该有点人性吧 难道他忍心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 为他而死